故宮 故宮每一次去都像是一個尋寶 對我來講是很fresh 上面的不管是動物或花紋 你會發現哇 古人在面對這樣子 古樣的時候他使用的技法 有些是我們可能沒有想過的 花樣合出來這個祭天的機器 實際上看到這個溫潤的效果 我覺得必須要親身去體會 需要多少不管是嘗試失敗 到最後它能夠留存下來 近距離看到這些展品的時候 比較深刻的還是在於 他們過了那麼多年 上面的金屬沒有氧化 很多細節的處理方式 是我印象比較深刻了 錦太蘭對我來講 這些孔雀藍色很漂亮之外 上面又要勾勒的線條 雖然不是我會使用 但是反而是我這次看完展覽 想要去挑戰的 前隆時期的 恰斯法郎翻臉紋爐這個展品 主要是他的花紋上面 用了一些當時很流行的一些圖案 我就會希望說 怎麼跟現在一些流行鋒馬 或許有一些衝撞 然後會比較有趣 那所以我們就想像說 那三四百年前在製作這個展品的時候 他們是穿著怎麼樣的衣服 設計了非常多 翻臉紋的口袋 口袋又有小口袋 那裡面可以裝很多的 在製作時候的器具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我設計了一件 我們想要穿的一個制服 工具服 但是使用了一個翻臉紋 來當成我們上面的pattern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時代的美學 跟當時候的美學 兩個概念組合在一起 然後讓這個東西 它其實兼具了兩個當代的精神在裡面 基本上我是沒有在care流行的 所以我在做故宮那個系列 一開始我根本不care什麼流行 我只覺得這個東西很酷 你永遠不要去限制 你這個時候只能穿什麼 或你這時候只能做什麼 對我來講 永遠不要設限 就是永遠不會過世